好,例四這題是很有趣的 我們大家看看 它就說在直角座標平面上 要你作一個方程 Y-1-2x 記住由-3-3 然後B就問你 零零是否在這個圖上 第二就是試試X和Y做交點座標等等 我們首先不想那麼多字 即是我們A一定要先做 兩個步驟,畫個圖 這個圖 抱歉 這個表怎麼說呢? 由-3-3 但如果同學剛才已經學了 其實這一集全部我們需要寫嗎? 不需要寫的 如果老師做的時候 除非題目 這個表是這樣給你 -3-2-1-1-1-0-1-2-3 然後你計算在下面 那你就不能這樣做 但如果他沒有給你這個表 你純粹自己會繪畫這個表 然後呢? 就剛才老師教了你 就畫三個左標就夠了 X,Y 負3 樓空中間的角線 然後呢? 這裡做3 OK? 一般來說 老師剛才之前也說過 我們會放個0 OK? 所以我們去計算的時候 Y等於1-2x Y等於1-2x 當X是負3的時候 Y等於1-2x-3 1-2x-3 2x-3-6 就等於7 所以這就是7 OK? 當X是0的時候 再用來1-2x0 2x0便是0 1-0便是1 所以這裡是1 X是3的時候 其實跟這裡一樣 1-2 不過這裡是正3 變了正3 這裡負乘正 就 czyli負了 1-6就變成什麼? -5 所以相对就是-5 其实就会和这里一样 就会省时间 好了,有了第一步之后 第二步我们就真的配画图像 配画图像的时候 快一点就配画到这个 看一下是不是 -3和7 -3在这里 7在这里 就是这点 0和1 x是0 y是1 就是这里 x是3 y是-5 3和5 就是这里 如果我真的拿一把镜子 把这三点连起来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 就是我没有压力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一个图 画了出来 那A部分就完成了 好了,如果A部分完成了 我们就开始看看B 他问你了 B他就问了 他就说 0,0是否在图上 0,0是否在图上上 那就看一下 0,0在哪点 0,0在这点 这点是否在直线上 不是 所以答法就是 0,0不在图上上 所以答法就是 中文写法就是这样 根据图像 0,0不在图上上 到第二 当分别写出图像 和X轴和Y轴的交点座标 X轴 X轴在哪? 这个是X轴 的交点座标 很多X轴的座标 但是交点就是 这条直线和X轴 这条直线和X轴 交点就是这个和这个 即是这点 这个和X轴 即是这点 这点 这个X轴的交点座标 是什么? 我们看看 这里是0 这里是1 那一辈 一半是0.5 所以答法 X轴的交点座标 这个X就是0.5 Y是什么? 你对应的交点座标 对应的交点座标 OK 好的 那Y轴的交点座标 我们看看 这个方程和直线 和Y轴的交点 就是这条 这个座标 我们看看 这个座标的X座标 就是0 Y的座标是多少? 这里是2 这里是1 所以这个座标 就是01 这个写法就是这样 图像与X轴相交于0.5和0 与Y轴相交于01 那你呢 第二部分就答完了 好了 到第三部分 当X是负0.5的时候 利用图像 他不断地用这个图像 所以这个图像是不可以画错的 同学 去找回相对的Y席 那就是说 你需要不需要像刚才那样去计算呢? 不需要的 你先找一下X是负0.5在哪里 X是负0.5在哪里 X是负0.5在哪里 我把简直拍下来 这整条直线都是X是负0.5的 就和这个方程的相交座标就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一点 OK? 那这一点的座标是什么? 看看吧 拉到这里 是不是就是负0.5? 这个 大家看看 看清楚一点 按下来 这个就是负0.5 这个按下来 这个按下来 这个其实是多少? 刚才这个是1 这个是2 OK? 所以这一点就是负0.5和2 这个答法就是 根据图像 当X是负0.5的时候 Y就是2 留意 他问你的对应值Y是多少 就是Y是2 OK? 到这个了 当Y是负4 又是利用这条线 利用图像 求回对应它的X 那你就首先找Y是4在哪里 Y是负4 就是这里 梁梁梁梁梁 一旦请 整个打横的水平线 Y也是等于负4 然后呢 就这样找回 同条方程图像的交点 是不是这里 OK? 这里 而在这里 就找回X相对的座标 那么这里呢 其实这里是多少? 就是2点 OK? 所以我的答法就是 当Y是负4的时候 X就是2.5 好 最后一条 当T是1.5 T图像1点的时候 求T 很简单 只要你识解座标 这个是X,Y 刚才我开始说过 最后的概念 这个是X位 这个是Y位 所以如果1点和T 对应这个就是X位 那我们要找回X位1.5 在哪里 这个是1 这个是2 那1.5 是不是应该是1和2之间? 就是这里 好了 又是把键帖 垂直 放下来 去找回 和图像相交的点 就是这点 在这点 打横 找回 那就找到这个 所以当X是1.5的时候 它的Y值就是负2 那Y值就是负2 那对反应T 就即是负2 所以你的答法就是 T 就等于负2 所以 其实总结 如果你A部分这幅图 画错了 其实你标的部分 是全部错的 而这幅图 它画得对还是不对 是取决于你这个表 列得对不对 所以同学 不要急 一定要A部分表列清楚 重复计两次 都对了 先去配图 Follow me 对的时候 就慢慢去答下面部分 的题目 就已经没问题了